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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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暫時替你用紫血散紫血 有沒有內傷我不敢說的 明天早上自己找大夫看看 你是不是因為派絲嫌 所以被緝絲營幹做守門桌 你心裡想什麼根本就沒人知道 如果一切可以讓我從頭來過 我一定不會去窦家寨做內營 我更加不會幫緝絲營剿滅絲營 我說什麼無鬼天地 你其實是不知所謂 全天下都沒人能夠長得過我 就算今天橫屍街頭 又何況 你現在說什麼都太遲了 我沒有奢望過你會原諒我 你保重 勝雪 謝謝你救我 測引之心人皆有之 就算是街邊一隻狗我都會救 只要你心裡 還記得有我這個人 我死而無憾 叶芝遠 我救你不是對你如情未了 我希望你明白 勝雪 勝雪 怎麼會 怎麼會對她如情未了 好 二少爺,很漂亮 人家嚇走了我的營火蟲 你搞什麼 你記得十幾歲的時候 我病得連房門都出不了 每天都不見天人 有一天,爹鬼鬼祟祟地 拿著幾枝竹筒給我房間 然後再把營火蟲都放出來 二少爺,我就像被星星包圍一樣 開心得我暈倒 以後每當我不開心 一見到營火蟲,我就會笑 不知為何 每次我有事煩的時候 見到二少爺就好像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真的?我又不是營火蟲,我不要飛 二少爺,你是不是不開心 是你不開心 我… 你故意抓來哄我開心嗎? 不是,我睡不著 二少爺,為什麼你可以抓到 這麼多營火蟲? 不如你教我 總之生人日子有沒計 你教我怎麼抓 總之你別誤會了 行了,別誤會嘛 知道了,你這麼煩的,你經常說 明白就好了 別嚇死我的營火蟲 我們知不知道在天風上面 其實我早點一整晚了 是啊 是 平日公務繁忙,偶爾出來交野外遊 真是心亢神異 大人,走了一會兒 但是好像很辛苦似的 哪兒是辛苦 對了,剛才說到哪兒話 看來屠應龍和聶寺院真的反了門 要他做守門桌當然浪費了 我想過了 我要趁這個機會將他收為己用 天下間人財多的事 何必要跟同應不作對呢 我就是要跟他作對 我就是要跟他作對 是的…大人必定有你的道理 大人,那邊有一間屋,很別致 有屋就是有人 有人可以借一杯茶水喝一下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 沒有人 姚大人? 蔡老闆真巧,原來 我跟大人交遊致廁 只是想挾腳借茶 姚大人,請坐 好… 整台點心,兩個杯兩箱快 蔡老闆在等人 是啊,我等著彭老闆來談小生意 彭老闆… 彭老闆都喜歡那些胭脂水粉 我這個人就是這麼壞 不惜事務又口不責言 蔡老闆等的怎麼會是彭老闆呢 有這麼大的床 是啊 姚大人,你到底想怎樣 我奇怪而已 在城郊深處 蔡老闆會建一間這麼雅致的別院 周圍沒有人 那約誰都沒人知道 那就是說,約胡家大小姐都沒人知道 沒人知道 胡思八道 蔡老闆,是你令胡思亂想 你到底和胡亭的真的反目 還是故弄懸虛 還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你搞定了 你搞定了 阿大人 幸好當日有人做不到總商 要不然就是鎖托非人 蔡老闆,沒有證沒有句 遺憾你噴人 是啊,沒有證沒有句 不過不怕 我和汪師爺有很多時間 我在這裡等一兩個時辰 等到你要等的人出現就行了 坐… 不用這麼緊張,我們玩玩而已 你有時間了,我們也沒時間了 不妨礙你等人,告辭 大人 是 你是不是忘記了進來是想喝茶? 是啊 難怪為何這氣還沒熟 先喝杯茶 全都相信,真的告辭了,告辭 告辭… 有此理 這個蔡智安神神秘秘一定內有乾坤 相信我估計的 雖不眾亦不願意 東平 胡大小姐,你在樹休息嗎? 還是在約會某人 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不明白我說什麼 蔡智安就在裡面,你就在外面 如果我告訴別人你們倆沒什麼 說也沒人相信了吧 我又這麼巧,你又這麼巧在這裡 難道我跟你有什麼不可動人 說得有道理 但是恕我多口說一句 那個蔡智安,那格是不好的 好人壞人都跟我沒關係 我怕你遲早就踩招皮 你別再無事生非 好…我忘了你們已經恩斷義絕了 請讓路 好… 光師爺,我想拜會胡總商 帶他來參觀一下這間別院也好 好主意 相信胡老爺一定很有興趣 你想怎麼樣 沒有,我想到處觀光一下 順道看看楊洲有什麼特產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空 如果是家人有約的話 就無謂勉強 誰說沒空,去就去 光師爺,這個漂亮 手工精雕細鳥,實在虛虛如生 買了它 好的 很吵,你們兩個是不是男人 我要四處搜購禮物 東平負責沿途廣街風光 你最有空當然是你拿 你當我女兒嗎 其實我不太喜歡勉強人 不過,東平,我們剛才看到什麼 是一間別院,裡面還看到個姓我 好了…你們買完快點走 胡家大小姐,其實你不應該生我的 反而要謝謝我才對 多虧你不少就真的 善哉… 幸好剛才只有我撞破你 你才沒機會跟別人什麼什麼 你現在應該好像被人拯救了一樣 內心遠離罪咎一大步 我現在就真是冤鬼前身 你真是好人當賊 都說姓蔡的不是好人 你是不是想我說 以翠樓五娘的風流運事 這招不用了 最近我腸胃好,消化了 你… 胡家大小姐,你聽我說一句話 我這個人真的有那句就說一句 誰是人,誰是鬼 怎麼會逃得過我對髮眼呢 不過我看你這個人本質不壞 又知情知性 而且還是絕頂聰明的女子 我還沒說完 忠言逆矣這點我明白 但你知道嗎?我伯爺是看相的 你看看勝賽的眼睛 就是張頭鼠目的 你很煩 大人,你沒事吧 停煙,你姐姐呢? 姐姐她來不了 她又被那個姚大人纏住了 得不到身了 又是那個姚首席 不過這樣,姐姐說她明天有空 你們還有機會見面 不,明天我約了一群鹽商開會 輪到我沒空了 那我幫不了你了 那個姚首席 都不知有心地無疑 每次都說有好事 不過你又不用這麼生氣 畢竟還有我幫你們 難為我說 每次都幫你們瀑瀑瀑瀑瀑 辛苦到死 多謝都沒有句 我知道難為了你 就當慰勞一下我這個未來的兒子 這頓你喜歡吃什麼的 儘管叫吧 真的? 小二 你怎麼樣? 對不起,姑娘 你怎麼做事的? 算了… 回來了… 對不起 幸好沒什麼大礙,紅了一點而已 對不起 亭妍 你幹嘛捉住我的手 我回去告訴姐姐的 傻瓜 我只是買了兩隻牙給你姐姐 我打算你的手跟她差不多大 想對你幫我嘗嘗剛剛戴而已 很漂亮,姐姐就好了 真的很漂亮,不要脫,戴著她 那姐姐就沒有了 這裡還有一隻 但看起來好像我手上的這隻 比較昂貴 會不會那麼好? 不要 那你不說我不說,她就不知道 那我… 套下的東西,八娘 你快走 你快走 脖子幹什麼? 跌倒了 跟我進來 脫下的妹子 捲起兩邊衣服走 這樣叫他跌倒嗎? 是誰做的? 你以為有事可以瞞倒我嗎? 全部退下 是, 大人 蒲大人… 是不是你們倆打傷致遠的? 大人, 小人只是想給點教訓聶致遠 打狗也要看著人 何況志願不是狗, 牠是我的肝兒子 我怎麼處罰牠是我的事 何時輪到你們自把自圍? 你們倆有沒有當我上司? 大人, 小老 好, 是我的事活動 說爹 人輸盡 幫過他們 你替他們倆求情? 是 大人 大人, 我們以後都不敢了 我們以後都不敢了, 大人 滾 謝謝乾爹 為什麼要替他們求情? 因為他們打得對 我只是嫌他們打得不夠 為什麼這麼說? 上次派師母的事, 我累了乾爹 從小到大, 你為我付出了很多 我真不知道怎樣才能還給你 乾爹罰你做守門卒 就是想你明白人善被人欺, 馬善被人騎 人打你一拳, 你要還他一刀 你要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否則吃虧的是你自己 這個道理為什麼到現在你還不明白? 只要是歪理, 說一千詞一萬次 都是歪理 那我問你, 你還要不要做副統領? 我寧願心安理得 那他還有一個守門卒 好一句心安理得 蔡老闆這次約我們來 究竟是什麼事? 當然是有好處給大家 蔡老闆有什麼好大事? 只要大家不再幫胡堅買鹽銀 鹽那方面, 我有門路可以供應給大家 而且又便宜又漂亮 保證你們賺到盤滿撥滿 是嗎? 大家試想想 胡堅他用了這麼多銀兩頭的總商回來 鹽銀自然賣得貴 到頭來租養的又不是你們? 這樣也是 是… 這件事還是再仔細參賞好一點 岑老闆, 相信我 我保證上品真良靚鹽 可以源源不絕地供應給你們 價錢又便宜 大家有貨在手 到時候就不用再看胡堅面色做人 你們別聽他知敵 你這個臭小子 如果你不在這裡搞風搞雨 我就不用出這麼多銀兩去投標了 好, 現在我投了標 你現在又想梳擺一把鹽箱 替你買私鹽? 私鹽? 你無憑無據, 別胡說 你不用狡辯 你沒有鹽引在手 不是走私, 何來有鹽賣? 我說有門路而已 如果你敢販賣私鹽 我們一定過罰你 你們誰替短命總賣私鹽呢? 我們一樣去報官 把你們抓回衙門 胡總商, 胡二少 我們都是不知就女的 我們什麼時候說過 幫蔡子漢買鹽呢? 不過胡總商 你的鹽引得而請貴一點 我用多少銀兩去買的鹽引 回來你們有眼看的 不對, 我招原家賣給你們 胡總商, 你這就是有意刁難 這就是想逼死我們 兩頭都是老闆, 老闆 出來做生意的, 最重要的是雙贏 況且唇亡此寒 我們要補大家生意興奮 如果你們幫我們賣一萬兩鹽引 我們就送一千兩給你們 好… 總之我們賣鹽的 最重要的是合情、合理和合法 胡二少爺也有道理, 我也贊成 我也贊成 那我也沒問題 那就謝謝各位支持 總之以後大家買得越多 我們就送得越多 好 短命總, 你是靠害的 我絕對不會賣鹽引給你 你去賣私鹽吧 胡堅, 你真厲害 蔡老闆, 你回歸吧 拜託你不要再害我們 你還站在這裡幹什麼? 我要跟那些鹽商開會 走…走 是 還是胡堅商, 你通情達利 是… 少爺 大哥 怎麼樣?屠大人怎麼說? 少爺, 屠大人說明天不見你 你不是說我有重要事見他嗎? 小人已經依足你吩咐去做的 不過屠大人他說… 說什麼? 他說你辦事不力 在你自己承擔 還在你自己打通關節 萬一屠大人不跟你搶腰的話 一天都是胡堅那隻難老狗 誰都咬著我不放 我遲早就劈開他們兩邊 有他沒有我 誰? 是我 翼寨主? 蔡老闆, 你倆先出去 是, 小爺 翼寨主 朝廷貼了黃綁通緝你和兄弟 你走來這裡買得被人發現怎麼辦? 算了, 我還是迫於無奈 你連山債也被人少賣 你找我什麼事? 蔡老闆, 可不可以走個方便 借點水果給本寨主 讓我和兄弟離開揚州 比比風頭 江湖舊急應該的 那你水要多少? 二十萬兩 二十萬兩? 我十時間哪有這麼多人? 蔡老闆 我不是不想幫你 但我真的幫不了你 不過易寨主 如果你真的等錢花的 也不是說沒辦法的 兔大人 怎麼突然之間調了聶志願 是呀 他還偏偏調去鹽運寺衙門 這一層就要問問姚守正 大人 你認為同應龍會不會這麼容易放人 他一定會 這次致遠調職是由江蘇總督親自批 我不照做 和姚守正結怨事少 得罪江蘇總督就麻煩 大人, 我不明白 因為姚守正 不單是江蘇總督的門生 他們兩個更情同父子 難道姚守正想看大人的眼尾? 大人 聶志願會不會倒轉槍頭出賣你 我就是要利用陶應龍的心腹 成為他自己的敵人 但是聶志願畢竟是陶應龍的契仔 他未必肯賭歌相向 不肯就勸他肯 志願絕對不會陷我於不義 但是他寧願做守門主 也不跟我們一路 是啊, 大人, 須防人不仁 聶志願為人正直 若果在正義和親情之間給他選擇 他一定選前者 早點了, 來吧 好 怎麼樣?我最近做得怎麼樣? 你乾爹有沒有向他提及過 帶你回去做副統領的事? 到底上次是你打人令人打你 兒子, 你不要吃虧給別人 你不要被人欺負 最重要是耳眼還眼, 耳眼就耳眼 知道嗎?打死人就說不行 打得殘廢無所謂 大姐 你經常看什麼? 這封是江蘇總督的書籤 他調我去鹽允市衙門 什麼? 鹽允市衙門負責產鹽、運鹽和燒鹽 另外還有一些緝私的工作 沒道理 你乾爹剛才是調教調教你 為何會調走你? 你發生什麼事? 雖然你說你兒子我是個大蠢材 但我少許都猜到什麼事 總之別讓你乾爹懶惰了 吃東西… 蝶兄, 袁某祝你官雲幸通 扶搖直上 袁柏總客氣 致遠, 乾爹也替你喝杯 乾爹, 感謝你一直以來照顧我 是這麼恩徒報的就喝水思源 畢竟陶大人栽培了你這麼多年 在你身上也花了不少心血 那倒是, 姚守正要叫了陶大人去契仔 分明有意交 姚守正根本想向我們緝私刑事下馬威 調職一事, 我也不想的 牛不喝水不敢牛頭大 雞食放光寵了 姚守正一直都把大人放的 分明就是調轉槍頭 吃碗面飯碗底吧 說了沒有? 最近我們緝私刑 已經惹來不少麻煩 想保住飯碗的 就小說話多重事 乾爹 陶大人, 發生什麼事? 還用問的 當然是因為這次的事不開心 陶大人 真想不到你肯讓聶志遠跟我 是我的 別以為你才能橫行霸道 我也是怎麼走怎麼過的 陶大人 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些壞人最喜歡餘木運珠 怎麼都要有人替天行道才行 是不是?陶大人 你明知道志遠是我乾兒子 也是我心腹外仗 你偏偏要調他過來幫你和我作對 是你的心腹外仗 就不會降他做守門卒了 我告訴你, 我是不會讓志遠過 鹽運使衙門的 你跟江蘇總督說 你想怎麼樣? 你別以為有江蘇總督撐腰 就可以為所欲為行 你想說我? 陶大人, 請你自助 住手 對了, 看到嗎?是他才動手的 楊大人, 大家一場信息就這樣算好嗎 志遠, 你明不明白 他是借你來對付我 陶應龍根本心有鬼 你說, 你要留在緝史營還是過元運使 你說, 你要供你還是歪你 如果你踏入鹽運使大門 你以後也不要叫我乾爹 若果你還有半點良知 就請你馬上抽身 替我教大清的嚴禎 夠了, 我這個緝私營的大蠢材 何得何能要你們兩位大人 在這裡為我角力 你們喜歡罵就罵, 你喜歡打就打 總之天要下雨, 娘要家人 你們誰都管不來 但是我這個審門槌也不允許你管 聶大人… 聶大人 你整晚都沒睡著 到底你想不想穿這套新官服 你兒子我現在兩面不是人 我也知道你難做 我當然不想你離開你乾爹 但是如果你乾爹要留你緝私營 你就會得罪那個江蘇總督 會有殺身之禍 但是如果你說去那個鹽運市那裡 搖手政大人是一個清官 他一心搞好鹽政, 為國為民 他一點私心都沒有 我跟他真是不打不相識 糟了, 那他真的死了 我做點東西給你吃 大人, 聶子英到現在還沒出現 他會不會不來 他跟我一樣死牛一片頸 他一定會來 大人, 聶大人來了 好 姚大人, 我今天來是跟你說 我不會來鹽運市衙門 不過我也不會留在執私營 我絕對不會背棄我乾爹 我今天來是向你請辭的 姚大人, 告辭 你以為這樣就叫兩全其美? 姚大人要我來鹽運市衙門 無非要我出賣我乾爹 酸冷從來 你不肯出賣屠應龍 就是證明屠應龍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也就是說打從關則的死一開始 我就沒有懷疑錯屠應龍 隨你怎麼說 究竟屠應龍進行什麼勾當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知情不報我可以告你欺君犯償 隨便告 你以為拿一件官服回來 就可以平息一件事嗎? 沒那麼簡單 因為江蘇總督一定會追究到底 姚大人, 你又何苦處處刁難? 我只是想證明天下間還有公義 還有是非黑白 屠應龍當年的確是貪裝枉法 我所說的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你知道內情為何還要助奏為虐 你我只要一起合作 一定可以剷除官商勾結 姚大人不需要多說 我是絕對不會來鹽運市衙門 你不能選擇因為這個朝廷的任命 那好 葉公子 拿了你 大人, 你是不是傻了? 姚大人, 我現在受過傷 不可以履行職務 那你可以接受我的證詞 我還以為可以令橫石點頭 怎知道你額得這麼交關 那就是一刀不夠了 我只是想你氣暗投名 不是想奪你命 毛櫻龍, 有這樣的契仔 真是幾生修道 算了…本官, 准你請辭 你…多謝姚大人 大人 大人, 聶致遠終於拒絕姚守正 他始終不敢出賣大人 我早就知道他會這麼做 大人, 你真是神機妙算 不是我神機妙算 我只是略私小計 致遠的為人有誰比我更清楚 聶致遠終於離開了緝私營 大人, 你豈不是枉費心機 不要緊, 我知道他對我 比其他人忠心 那就已經很足夠了 以後的事, 以後再算了 開口 三門出也不做嗎? 不是經常仇心似海嗎? 無官一身輕 我六歲開始雜報 過五關產木像 十幾年才做到緝私營副統領 但原來要摧毀這一切 只需要一殺鴨 為何要弄成這樣 是, 兄弟別問 這又是甚麼打算 回了緝私營這麼多年 練功, 捉嚴囂 現在一下子都不知道有甚麼可以做 在伊翠樓打拗了這麼多年 風流兼快活 現在一下子都不知道去哪兒 你這份人寡情薄熊, 蒙恩負義 給你一個良心當狗廢 其實我真的很想代影月姑娘 狠狠地打你一次 打甚麼?你是兄弟的 你應該站在我這邊 我大奶奶用了一萬多兩人 我又不用他還我 又不是他做妹妹 還不是恩同在祖 你不要經常以為銀兩 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你不要經常以為慈官 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我今天不想跟你吵架 你不要跟著我 是你先吵架 這個壞人當然不歡迎你, 走吧 又是你? 君子不立迷牆之下, 走吧 這四個好東西 豈有錢 你這個人在裡面 快點走, 別讓我們再看見你 人家冷水你不聽我 還說兄弟兄倆搞錯你 你現在懂得笑嗎? 還說出外靠朋友 譬如那個聶志遠 還是在家千人好, 回家 還不讓我抓到你幾隻偷懶? 三少爺 不是呀, 三少爺 我們趁著吃飯出來買點東西 是呀, 你真的沒有偷懶 真的沒有偷懶 快點買好回去工作 我們買完了 是呀 對了, 三少爺 今天又沒下雨 為甚麼你好像弄得一隻落胎雞似的 糟了, 整天早上沒見過 只顧著我, 擔心我 不是呀, 我沒有 我只不過怕你又闖我被老爺罵 沒有, 你看, 那支髮衫多漂亮 這季還不是你做十元, 我做戒菜 我… 真是越看越漂亮, 那支髮衫 真的嗎? 景欣, 我送你 謝謝三少爺 不要謝謝, 我有件事想你幫忙 易寨主, 胡家除了胡堅 還有個體藥多病的二仔亭軒 不學無術的三仔亭肺 而胡堅的妹妹胡彩蝶 大女亭璧, 和小女亭煙 其他妹仔嚇人等等 大部分都是婦孺, 完全沒有威脅 雖然胡府還有一群胡苑 但是這個肖母和她的手下 只懂得三腳包工夫 根本就不是你們的手腳 你…你白雞蛋嗎? 沒甚麼事? 果然是不堪力擊 你想看人家嗎? 來吧 齊主… 易寨主 謝謝 你傷勢怎麼樣? 已經沒甚麼大礙 多虧易寨主當下傷勾 鬥鴻和幾個兄弟才撿回命 我們一定會幫助易寨主的大恩 幫助易寨主… 嚴重…請來… 我們也被那群狗官逼得走投無路 以後我們坐同一條船 自己人來了 易寨主 以後我們有福同鄉 好,我燈大賣賣,我打算圓賣你 易寨主,這張是什麼? 這張是揚州官嚴總商 胡堅府邸的地圖 易寨主,你的意思是… 我們打算今晚洗劫胡府 等銀兩道手之後 我和麥兄弟就會遠走高飛 日後再東山再起 易寨主,我們是萬師賣 不是賊匪,這樣還不行? 我們都是要賊,不是要命 況且那些鹽商一直以來 壞了謀取暴力,弄得民不聊生 他們那些都是不義之財 易寨主,人各有自我 如果你不想,我也不會勉強你 你和兄弟們安心在這裡休息 直雪姑娘 我拿了易少鮑藥給你過目 齊了,你幫給易少鮑喝 知道 小丸,你的髮簪很漂亮,哪裡買的? 在門口貨廊買的,不如你試戴一下 怎麼樣? 你比我更好看 真的? 我拿著髮簪,你照一下 你看看 對,真的很漂亮 既然這髮簪不算很貴 你喜歡的就要了它 不用給我了 不行,那怎麼行? 你收了它吧 小丸,你是不是有事瞞著我? 沒有 還說沒有? 這髮簪是誰買的? 你不說的,我問大小姐 不要…我說了 其實這髮簪是三少買的 勝雪姑娘 良辰美景,吃飯了 二哥,看看你 我以為你這麼開心 你一見到大姑娘就開心 二哥,你別這樣對老三 現在全個洋酒城都不介我 以翠樓也不讓我進去 其他青樓也不招呼我 你也不知道我多慘 你還是死不悔改的 是不是還氣我說你喜歡勝雪? 道歉,對不起 我以後不會再說你喜歡勝雪 你還說我? 我發誓 以後不會再說你喜歡勝雪 老三,你都夜幾歲人做成口不擇言 究竟你的腦子是裝草還是裝豆腐? 整天都不理人的感受 不行的 胡亭輝在哪裡?胡亭輝 俠女俠,看你的樣子一定收到我的大禮 開心得無以為報,開心得感激樓梯 我報…我報你的頭,還給你 幹什麼?嫌他不夠昂貴? 我是長頭草嗎? 竟然是我朋友,你…你是我的敵人 你真是狗咬淚洞賓,你不惜好人心 好人?你配做好人嗎?敗家仔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你敢再說一次 我說你喪德敗行,敗壞明星 敗壞人的明星,敗家仔… 罵得好 怎麼樣?是不是想打? 勝雪,姑且饒他一命 我給二哥面子,我不跟你爭辯 你救我爭辯嗎? 差點忘了來的目的 二哥,我想問你一件很重要的事 問吧 鹽棧那裡有沒有分差事 合乎我四大要求 四大要求? 就是權力高,人工多,福利好 不過要工作少 最好是不勞而禍 我沒聽錯 胡亭輝終於生勝,肯回鹽棧幫忙 這樣也中了一個遊手和閒 別誤會,二哥,我想幫致遠找一份差事 致遠?他在緝私營做得好好的 好什麼?又被人打,又被人降職 總之很慘,不過他聰明 他遲了問差事,為什麼? 別問我為什麼,這件事我交給你,二哥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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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劫勢 你劫好了,不要劫色 劫色?你就是想了 女人 你屍然間, 別… 你這臉幹什麼? 孤正很明顯被人打, 你還問 是嗎?亭烟, 你是黃瓜閨女 是你, 猜他們劫色就糟了 姐姐, 你不要嚇我了 不用怕…有什麼事, 孤姐幫你頂 你們別那麼害怕, 看來他們都是求財 不然就早就殺了我們吧 沒有…你沒用的, 找你回來吃室米嗎 老爺, 我也不想的 閉嘴吧… 閉嘴 誰在做的?我批誰 老奶 入面少祖的女家娟 你看清楚了嗎? 看清楚了 昨天有個丫鬟病了 回自己家裡有成 哪個丫鬟病? 老大, 我全房都搜紋了 全房無款, 沒什麼值錢的東西 豈有此理 究竟那些值錢的東西收到哪兒? 我除了這家大廚 什麼值錢的東西都沒有 是呀, 大爺, 有事慢慢說 你身為官嚴總商, 沒錢? 真的嗎?我沒騙你, 大爺 老大… 老大, 我們有個兄弟被人打暈了 他換了一套衣服, 把衣服困住進來 我記得還有什麼人 叫你去收下放人 馬上放人 吃… 吃, 吃, 吃 我們是同材, 別拿命 二叔 綁住 是 是 幸好你剛才說得到, 救我一命 我就是不放心, 先來看 既然你說沒錢的 我就綁了這裡其中一個 讓你拿二十萬兩個來贖回他 不要綁我… 你放心, 錢在你的手, 我不會綁你的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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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的… 你綁我, 你綁我, 二哥的 不要 二哥… 你看你有病 放我, 別走 不要… 我就是知道他有病不拖 這樣你才會盡罰阿昌來贖回他 綁他 不要… 你幫我, 停 有病… 但是不要吵 停軒… 三靖, 停 停… 你幫我, 停 你幫我, 停 你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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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平原放低 更加会见相起 云在飞 陪同我再走你 影头多变幻天气 望到向前行半 退避 白雪在飞 眸望我再等你 迈藏心里面太多